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在亏损386亿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的保全年薪竟然还可以高达有百万 而且去年光是员工的一个奖金48亿 整个人事金额占了成本的1% 终于有多少员工呢 他们的员工人数15000多人 总人事成本247亿多 整个人事成本平均一个员工就占了162万块钱 我们来看到的是哦 现在这种做法到底算不算是劫负劫负负吗 就算油价该涨 但是有哪一家公司亏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发奖金 还要老百姓为他们的经营不善来负责呢 油价暴走已经成了4月天最大的风暴了 终于难道不用为他们的高福利跟高薪资给个交代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黄窗夏 肥宇好 大家好 郁金投资执行长汪杰明 对于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曾建华 肥宇好 大家好 投资家日报总监孙庆龙 肥宇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油价今天开始涨3块1了 那么昨天民众呢开车排队要抢加油 甚至还有民众加油加到一半竟然还没油了 先来看这则报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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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潮 一辆辆不间断 排队无缝接轨 骑机车驾驶痴痴等候 全为了涨价前最后的便宜汽油 从白天忙到晚上 加油站店员忙坏了 看你好像手不太 我不太 因为已经嫁太久了 嫁太久了 对 每个都拿到比较大同时给我 尤其是955000涨破35元 民众抢得凶 甚至中和之间加油站 955000汽油和柴油统统卖光见底 油罐车来不及补货 只得临时贴公告 要大家别白跑一趟 紧急派工作人员入口只会叮咛 还是有人曝空 别家等太久改来这间加油 没想到根本没有可加 民众一肚子火 这也就算了 还有人才加到263元 油箱根本没满 店员就跟民众说 抱歉我们955000没了 让他觉得根本被耍 明月持续升高 行政院长赶紧还家 其实我们调整以后还是全亚洲最低价 统装瓦斯部分 因为都是偏远地区 或者收入比较低的民众在用 那部分完全没有动 油价一次涨足 未来民众只能更勒紧裤带过日子 TV新闻做不到 好 昨天是愚人节 创下这个看到大家啊 这个在加油站大牌 长龙等着要加油 也等着要领这个愚人节礼物 因为油价呢 这一次一涨就是3块1 建议部长是也想说 他们是不得不涨啊 那么因为呢 公司亏很大 亏了386亿 这个386亿的金额 这亏多大 我们说到这个四大产业 D-RAM的南科 在去年就亏了399亿 所以我们的中油 已经跟他们是同等级的哦 只不过呢 中油的亏损是要全民来买单 肥韵你知道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呢 昨天晚上呢 中午12点的时候 接到经济部的简讯 两点要开记者会 大家都知道 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果然一次一涨 3.1 3.1 那怎么办呢 那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没办法想到这个 一下子我要一加油 就是一两百块了 只好半夜 赶快出去也一起排队 而且排好久 那你知道我上了年纪了 老人家哦 过了睡眠时间 再回到家就睡不着了 那睡不着就算了 那想到油这么贵 所以我今天呢 也不敢开车 一路走过来 一路走过来 你看要上节目 我还得穿西装打领带 还要背电脑背资料 这样一路走 那你们制作单位呢 还不够我准备冰水 还是热成沉沉的茶 气不气啊 可是 可是走在过程中 你走的时候 才白讲 我又气又好笑 好笑在哪里呢 我们这个政府还真有古人之风 我们古代的人呢 政府施政呢 要看天象 看节令 昨天是愚人节 就给我们一个愚人节的礼物 葬价 然后过两天呢 是清明节 所以我们老百姓呢 为了你中油的亏损 老百姓通通变成济贫 乎乎还在上响 你怎么会气呢 而且更气的是气什么 我们大陆的文爷爷讲过 走过弯路 就要得到教训 我们走过了弯路 却得不到教训 四年前也一样 当时的扁政府 为了选举压压 压到最后 结果马英九移上来 刘兆全移上来 上一次我们受不了 这一次呢 明明也是有个机制 然后呢 也是一样 吴敦义政府 为了五都选举 为了总统大选 压压压压压 到了现在又一次爆出来 说实话 我们的台湾没有人员 国际油价变动 台湾承受不了 那你就是一切有个游戏规则 两年来破坏游戏规则 选举全为了选票 选后呢 跟我们要钞票 我们人不能不弃 所以这个时候啊 人间思念学员 就让我想到徐志宏的话 唉 我还能说什么呢 只是这一切对我来讲 都没有意义了 好 的确我们看到 现在呢 这个油价 这一次涨一涨 就是三块一 那么也就是油价 这一次涨太多 我们看到 2008年7月 当时这个排队 等加油的噩梦 好像又重新的历史 重演了建华 因为以小轿车 加满40公升的油来计算 你每一次哦 你就要多付120块钱 即使真的是差很多 这个杰明都可以吃四顿饭了 我们来看到了 现在既然还发生 你排了老半天之后呢 这个油 还被加光了 对 其实一个小轿车 如果以2000cc来讲的话 一次是50公升 所以市场大概150块钱左右 其实昨天的状况 完全在我们的意料当中 因为我们跑这种新闻 实在是太久了 你在台东呢 有人带着一个 一大堆桶子去 一次加了1万多块的油 那么有前镇地区的 这个渔船 渔船的这个船主呢 他为了 因为油是非常大的成本 所以调集了多少钱呢 调集了这个200多万的现金 到渔船上面呢 把它通通把它加满 他也有这除油槽等等 刚才我们也看到 在彰化的这个西湖加油站 加到缺货 你到那边95000汽油没货 大家会怀疑吗 说是你囤货 明天你涨价 你再来卖给我 那么当然不用讲了 这些所有的加油工 或者是工作生 加到没有时间上厕所 没有时间吃饭 那也是非常的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状况 所有的现象面呢 我们通通在预料之中 但是应不应该涨价呢 其实我觉得 我们还有很多的探讨的空间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一次油价上涨 这个时间点解明 也真的很奇怪 因为我们知道 国际油价在最近 其实是处于回档的一个状况 你在这一次涨 怎么会选在刚好 国际油价在回跌的时候 但我们看到这一波 除了这个中油之外 台速也跟着涨 而且985000汽油 还比中油贵了0.2块钱 所以台速化在 今天我们看到台股 它马上是收涨的 对今天台速化是涨的 然后今天的 做autobi的 都全面性的走高 因为92涨的幅度比较小 刚刚那个西湖 那个还有个插波就是他们油不是要叫油贯车吗 就油贯车被卡在那个加油的车槽里面 卡住了 所以他才加不到油 所以这一次的状况 真的大家是全民都辛苦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一个打工组的 就是学生打工组 他说这一家 他一个小时的工钱就飞了 因为一个小时是100块 那他是100块 那上面怎么办 1000块 我们知道现在如果大部分的薪水是4万块的话 那他就打一天的白工了 对所以一天白工就没有了 那机缘车最可怜的 他辛苦载这么多客人 他确实没有办法 8000块钱 这是 所以也就是政府 不过政府已经有对应了 就是会调高他们的这个补助 对 那另外就是货运 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住在高雄 我们可能就辛苦了 因为以后可能要加50到100块钱的车钱了 那目前这部分没有补助方案 所以这次的油价 事实上对所有人都是增加了开销 以后呢 就是大家以后要少吃5吨饭 你刚才说 我为了自己是加油 我以后决定每天吃泡面 你就是说你一顿30块钱就可以解决 开玩笑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 可能真的是鸡腿也没有了 便当也没有了 然后一个礼拜呢 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要勒紧裤带了 是的 事实上我们已经算好 大概平均每一户人家 大概会少掉 就是大概10到12个便当的钱 所以真的是很辛苦 好 不过我们说到 为什么每次这个中油涨 台塑也就跟着涨呢 这到底是不是联合涨价 我觉得 坦白讲 这次台塑可能会惹到人愿 因为它这一次的价格 不但有涨 而且涨得比中油还要贵 对 酒吧的部分涨更多 那它是说它一定要跟着涨才行 可是问题来了 它竟然涨得比中油还要贵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台塑是赚满满的 因为只要台湾这样能源税 它也赚到 这样什么税它赚到 但是它油是出给谁呢 它油不是出给我们台湾人 它巴不得你的油都到中油去加 不要到台塑加 因为它的油是要卖到国外去的 它不是卖给我们台湾人 所以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在很多地方圈地 让它可以在台湾生产石油 所以它把空气污染留在云林的卖辽 但是它把油卖到国外 然后赚台湾的税金 所以这个公司坦白讲问号 好的确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杰明你有特别提到 你不要说现在油价涨 其实未来很多东西也会跟着涨价 包括在刚刚说的 未来你为了要反映成本 你搭建车 甚至你客运还有搭飞机 你这个票价都有可能会调涨 油价涨这一次我们说到 大约是在一成左右 整个制造业的一个成本会变贵 因此我们看到对于GDP的一个影响 会降0.2个百分点 而且你东西变贵了 以后会引发这个通膨 也就是说你CPI 可能会增加0.37个一个百分点 而且在先前央行是维持利率不变 大家也认为说如果说你有通膨的一个隐忧的话 可能在这个今年下半年 央行可能就会提早升息 如果升息之后呢 整个房贷户 整个未来要缴的一个房贷 也会变贵了 而且为了要减轻压力 央行也有可能会适度来引导台币 做一个升值的动作 到时候呢 可能又会冲击到出口导向的一个电子业 其实浸浪这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油价飙涨 它现在已经取代希腊危机 变成是整个经济上最大的引诱了 是的 其实我们来讲 其实通货膨胀 其实跟经济成长率 其实就像是一个天品 当今天通货膨胀率 它开始上升的时候 势必如果恶化状况 它就会压缩经济成长率的一个 一个复苏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我们看到 现在目前全球的股市 甚至经济 它出现一个看似 好像摆脱衰退的一个局面 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全球的央行 它采取所谓的宽松的货币政策 用低利率 甚至像美国 他们将0.25%的利率 维持到2014年的年底 这样子低利率的情况之下 才造成全球目前的股市跟经济 有一些摆脱衰退的一个局面 但是如果通货膨胀率失控的话 其实迫使央行 它可能要采取升息的一个政策 那其实我们一再强调说 其实这几年 其实通货膨胀率最主要的源头 其实就是原油价格 原油价格它几乎跟80%以上的名称 物资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看最近的一些油价的一些变化 其实有一个我们必须得不去面对的一个真相 这个真相是什么 我们看到 这个是最近的美国纽约期货 美国纽约新原油的一个价格 它在过去260天的平均价格 大概在97元 120天的平均价格大概在99元 那最近的60天平均价格也在103元 这个其实已经有一种节节高升的 所以已经不得不去面对高油价 甚至突破100美元 每桶100美元的高油价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但高油价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 其实就会带动整个通货膨胀率 成为失控的状况 尤其我们看到最近 一些美国的一些布兰特的期货市场 他们在进多单的部分 跟累积高达25万口 这个25万口比2008年 还要多出三倍之多 那显示现在目前的市场的资金 往其实未来的油价 可能会突破每桶147美元的一个 历史天高去卖进 当突破147美元的时候 其实对全球的经济 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大家不要忘了 1970年的石油危机 它产生了一个什么样 它产生了经济学中一个名词 叫做停滞性通膨 这停滞性通膨有点复杂 简单来讲其实就是痛苦指数 人民的痛苦指数 什么叫痛苦指数 就是什么都涨 只有自己的薪水不涨 这个就是痛苦指数 当今天第一的经济成长率 加上通货高的通货膨胀率 两个加起来的时候 对人民的压力 其实就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 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 而且一涨就是3块1 引发的一个民怨 真的是相当的庞大 油价涨3块1 来到史上的第二高了 但是创下其实跟2008年7月 当时的调涨方式 这一次其实是明显不同的 上一次造成了民众囤油 已经被骂翻了 但是当时这个刘内阁说 他们是多元吸收 也就是说你政府跟中油 也要吸收40% 但是这一次这个陈内阁 却是民众单方面在吸收的 这是吃定民众了吗 其实上一次是因为 前面我们知道是2008年的总统大选 那时候也是国际的油价 因为炒作关系 一直往上涨 在那个时候 是为了那个选举 当时的扁政府 赵俊雄一直压 压到最后也是 中油台电也会吃掉了资本额 如果不涨就会倒 所以刘兆学他们上来的时候 就是一次涨足 然后那时候还要学讲 金国先生的还去找了叶万安 请教一下金国先生当年是怎么样 移吃党足 但是那时候政府就全部都吃掉 然后不但如此 那时候为了要补贴 怎么样给弱势的人 所以负责弱势照顾的 本来是预定的内政部长 还没有就任 廖峰德在那连续两个礼拜 天天加班 天天在计算 最后呢 我们也知道爬山的时候就过去了 结果这样换出一个代价 但是那时候刘兆玄想是没想清楚 他就想说预告 就他一预告的时候 一个礼拜后涨价 就一预告的结果 哇 大家吓坏了 一个礼拜的时候 那时候是囤油除油 最后朱云鹏 曾委员拿着那个说 这样会有爆炸 变成到处都是油库 所以又临时突袭 所以那天晚上大乱 我们还记得雨节 那天晚上12点都还在身上联系 所以那个时候是搞成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你看牺牲了一个内政部长 然后刘兆玄从此声望跌落 但是奇怪了 经过了这四年 那时候刘兆玄这种牺牲 建立了一个油价的一个机制 也是经过了立法院通过 但是我们这政府呢 口口声声立法行政 但是到了五都选举的时候 开始把它压 就变成是温水煮青蛙一样 这个要涨的压力 一直不出来不出来 到今天累积到这个时候呢 变成是一个错误的角色 总共累积了上 其实到了2010年的时候 中油还有盈余数百亿 到现在亏损了三百多亿 将近八百亿的钱 一个决策 一个选举的意义需求 老百姓买单 好 不过我们看到这一次 其实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通膨嘛 能源局说这个油价涨 百分之十点七 其实对CPI的冲击 是零点三七个百分点 但实际上这个数据 还会更多吗 对 我就觉得说 一个政府啊 其实就跟老百姓讲实话 为什么呢 这个零点三七是说 怕大家觉得冲击太大 那冲击太大 我记得是昨天晚上的时候 当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很多财经记者 到了深夜的时候 突然都接到 他们长官的电话 你再确认一下 为什么你们出来的数据 CPI的仗幅不合 因为政府上面 就是确定是零点三七 零点三七 可是他们当时 有些发新闻稿 根据经见部门的话 是二以上 啊 差这么多啊 对 那就赶快打电话 问那个相关的官员 相关官员就觉得很为难 政府 中央政府这样子说 上面这样子说 就这样说嘛 为什么 零点三七是怕老百姓 心里不舒服 所以他用的是直接 可是真正他们经见部门 在算的时候 包括你开始产的原物料 转嫁给老百姓的消费品 然后各种的那个运费 什么的 不断的上去 他们算说 如果综合起来 至少是二 但是呢 因为就在问那些官员的时候 因为又是一样 上面的人 中央已经决策了 所以相关的官员说 好吧 那么就尊敬 中央调整出来的零点三七 而真正的二 就把它演掉了 所以这次这个邮价涨 百分之十点七 有可能对这个通膨的影响 更超乎大家的想象 但这次邮价大涨 也引发了外界大力的抨击 建华 今天部长施言想 他今天在立法院经委会的时候 他说 他们的邮价是长期低于市场价格 结果造成了庞大的一个负担 成为政府潜藏的债务 所以他说呢 一定要回归市场的机制 而且呢 其实对于产业的一个影响 也并不一定都是利空 对 我觉得我不希望说台湾是一个 礼盲而烂情的社会 那大家都骂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分清楚 该不该长汉 长得合不合理是两件事情 这边可以看一个表 这个表呢 就是说全世界的主要的国家的油价的表 越上面是越高的 越底下是越低的 台湾在哪边呢 台湾在倒数第三名 但当然不是所有的国家我要强调 我们现在呢 像比如说加拿大 我们是介于加拿大跟美国之间 加拿大现在每一公司呢 已经涨到156块美分 那我们的95千汽油呢 再次调涨之后 大概110块美分左右 我们是几乎是最低的 这是一个 所以现在这样看起来是 台湾的油价是比加拿大的要贵 但是比美国要便宜 比美国要便宜 这样的话如果这个表格大家看不清楚 我讲跟我们的竞争国家来比 那主要就是韩国 那韩国的95千汽油是59块多 那台湾这是涨价之后是35块多 那我们比它要贵了多少呢 它比我们贵了将近要25块钱 就说这里面讲到一个 其实是产业竞争力的问题 我们现在在政府再推节能标章 再推所谓的太阳能LED电动车产业 举例来讲 我们在3月31号之前 买这个冷气机各种的这些家电 节能家电政府每一台补助2000块 那现在我们讲说油电混合车 或电动车大概100万 100万那我们一般的汽油车呢 大概是65万 它的价差是35万块 可是呢以我来讲 我绝对不会去买电动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油价太便宜了 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比较利益 这个35万块钱 我买了一个车子之后 我买了一个电动车的话 我全部把它跑到车子报废为止 可能我都贪不到这35块 可是呢 当你的价格涨价之后 我再举一个例子 LED灯泡 好像我为了节能 我也买LED灯泡 一个多少钱呢 一个两三百块 那同样的一个省电灯泡 多少钱呢 几十块 但是两个寿命呢 不管它差多少倍 我买了一个节能 我买了一个这个LED灯泡之后 一直用到它坏掉为止 我都摊不回 那个的价差 跟普通的省电灯泡的价差 可是呢 当电价当油价 涨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我发觉说呢 我买普通灯泡是贵的 我就会去买LED灯泡 我们现在政府一直要讲说 太阳能要LED或电动车的产业 你要去培养它 希望老百姓来支持的话 怎么样最快 我们的产业的竞争力 特别因为 长期以来的低油价 低电价所造成的 产业竞争力的低落 使得在某一部分的原因 是造成我们现在的 整个的经济不好的一个 潜在的因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油价 它当然应该涨 当然有很多的配套 或者说应该要调整的部分 也要立刻调整 不要再找任何的理由 是的 我想这一天要说明一下 刚才建华讲的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在看这个图卡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常跟喜欢跟韩国人比 韩国现在平均每公升的汽油 在这个地方 Korea 已经超快进行200美分 大概是165美分 这个价格大概就差不多 折合台币是51块 那么日本也是51块 我们再往上来看 像是德国这种 已经非常成熟的国家 它已经到61块台币一公升了 61块台币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跟美国比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为什么跟美国比没有道理呢 因为美国70%的石油 是自己生产的 那我们再看 有自己生产石油的地方 还有是澳洲 澳洲 澳洲也是自己有生产石油跟煤炭的 它的油价也都比我们台湾贵 也是接近大概140美分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 我们台湾的油呢 真的太便宜了 那当然我们就要回顾到 以前的我们前任的行政院长 吴敦毅嘛 其实这个案子 就跟这次文宁院很像 文宁院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的议员也是说 一定要去拆 一定要去拆 就拆了变成吴敦毅出问题 这个农冰出问题 当时也是立法院说 这个中油太赚钱 中油断权了 所以要让它减少赚钱 结果这吴敦毅买单 那我要最后说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我们国家 真的是永远学不到一些经验 怎么说呢 当时的韩国 它把油呢 一公升涨到51块的时候 它有配套 它的配套是什么 马上降低LED的价格 所以现在全球前十大品牌 已经有三个品牌 是韩国的LED了 所以观众朋友 我要说明一件事 油价贵与不贵 这个事情我们不敢 去做任何的证明 因为这是计算公司的问题 但是外在环境 的确是油价很贵 如果中油真的亏钱 请问要谁买单 还是我们老百姓买单 你的税金有一部分 还是要去买这个单 那天我在家里的时候 我就指的我太太跟我儿子说 你看你妈妈开车了 很多人补贴她的税金 她就脸上带着微笑 所以我要说一件事情 像今天的汽车股就很明显了 玉龙 中华都跌 但是和泰车是涨的 因为和泰车是油电混合车 那其实我们玉龙是有电动车 政府上次还记得吗 我们玉龙的老板 颜凯泰还很生气 就是很无奈的 就是一面是马英九总统 当选总统 他还是无奈的说 他要离开台湾了 因为大陆给他一个园区 叫他发展电动车 他的电动车已经在 苗栗都已经上线 生产线 整条线要搬到大陆去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完全没有配套做事 for电动车 现在连 我在讲最后两件事 就知道我们台湾的 中华民国政府 有多少事要做 我不是反对油价上涨 而是油价上涨 早该涨 你把一部分的钱 放在什么地方 观众朋友 你去广州 广州是大陆 他们的公车是什么 还是拉电缆车的 电缆车的 是拉着电走的 你看现在以发达国家 油价到六十几块 有没有看到 他们是走轻轨的 这件事情并不困难 因为你拉这件事就可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现在日本已经开始 到处设那个家电槽了 就是要让电动车进行 而且补贴老百姓 去买电动车 我曾经在福建 这个福州被吓到了 因为摩托车经过我 没有声音 后来知道原来 他们所有的摩托车 全部都换成电动车了 这件事情政府早该做 他应该把他的心思 放在发展这些 所谓替代能源 而不是心思在动涨 这样子解释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真的 跟韩国越差越多 好 所以这个油价不是不能涨 就是你到底 有没有做好配套措施 而且你为什么先前 不循序渐进的涨呢 虽然说政府说是反应市场的机制 这个到底当然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你到底有没有考虑到 民众能不能够承受 民众的承受度有多少呢 这次涨价让大家难以接受的 除了是你一次涨太多 还有就是小老百姓的经济条件 始终都没有改善 请雨姐告诉我们 好 北于4月以后 油价一口气大涨3块钱以上 接下来电价也要蠢蠢欲动 眼看这民生物资 是不断往上涨了 小老百姓怎么会甘心呢 就是因为薪水根本没有涨嘛 那台湾的经济条件呢 还是一样的差 先来看到是主机处 还有内政部所公布的数据 在1月份的实质经常信心 支是34205块钱 这已经到回13年之前的一个水准了 再来谈到的是失业率 台湾失业率是亚洲市小龙最高的 有4.25% 换句话说 整个台湾目前现在有 479000多人都失业了 没有钱也没有工作 接下来要看的话 竟然是物价还一直不断往上标 在这一年来 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成长竟然有47.9% 再来我们还来比照 同一个时间的是 家庭平均年所得 最有钱的5% 跟最贫穷的5% 中间落差竟然有93倍 显示出来 台湾的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 经济条件根本没有变好 但一般的民众 却眼睁睁要看着中游的保全 年龄是百万的年薪 对比起一般的民间保全 这个薪水可能一年 不过四五十万 足足差了一倍 你中游员工享受领高薪的同时 公司的亏损 却是要了全民来买单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爆发民怨的最关键问题 好 所以就是说你游家长的同时 那么当然要考量到民众一般 到底能不能够去负担 而且刚刚也提到 中游的保全 这个年薪竟然是高达百万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四十三十万 新乞平外买这三十万 我保全址了啦 别再唱了 给你켜 保全我来了 哎呦 好了 你帮你利尊我 没有帮我等你十八年 没有告诉你 没有帮你保全 看见人寿的长青双保障案 除了受限保障外 每天都家十一块 不管你是冷中 趁着 还是滑倒 意外的大鱼都不贵哦 后来意外医疗补助 一千到四千块 这样真好哦 万不利你来大型几天 怎么变化了 长青双宝的胜骨包扎 是越来越高 那是意外离开 上官超过一趟金 水母 你一跳 这台湘子讲 是要安装饭 头包不用贵参观 五十到七十五回 才有新闻 不敢在这儿听着 都会播哦 电话不必然 快点来问小学哦 马上播零八零九 零八八零五八 康剑人寿 喂 心里猫 雅太电信更心里咯 智慧手机新选择 有时尚手机 旗舰手机 零元手机 雅太电信心心力九九 再加449 就享有上网和通话 四大免费 办雅太 智慧又心里 雅太电信 那一夜 五千人的感动 赛德克巴莱 最后加演 仅此一场 别再错过 赛德克巴莱 电影交响师音乐会 四月七号 就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台湾三杨 用绿能智慧 把能源效率 做到国家第一级标准 三杨DC变频冷气 采用日本变频科技 真正台湾制造 品质有保障 机种最齐全 可壁挂 可隐藏 节能省电效率高 用最少做最好 让你轻松享受 台湾制造好品牌 三杨DC变频冷气 台湾三杨公司 您现在收看的是 TD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台湾水路融生产期到了 欢迎到各地养路场参观 购买路融时 要到路场现采现买 才能买到最新鲜 品质优良的好路融 中华民国养路协会 祝你健康长寿 台湾出化学保健品吗 可以见均衡无化学的 春风华驼牛樟枝 请大家支持 配合工商及服务业普查 工商普查到底贏 台湾经济再会贏 行政院足迹总处感谢您 首上商品检验 PPM选品质保证 春风华驼牛樟枝 哦 来了 让你亲身体验 11个国家不同风格的 偶戏团队 和孩子们快来 高雄国际偶戏节 3月31到4月15 就在高雄岗山 哦 爱你 你还在等什么 全新洛剑生法慕斯 它的三重功效 能有效再生心法 洛剑启动生法的开关 好 国内油价今天开始呢 是涨了3块1 老百姓骂翻了 虽然政府说呢 是反映市场机制 但是到底有没有考虑到 民众的承受度 我们来看到呢 在整个中油油价成本的结构 来观察 人生成本占了1% 其实占比最大的是 原油原料的部分 占了有57% 但是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油它在亏损 386亿的一个情况之下 去年员工的奖金 竟然还可以发48亿 而且呢 他们的保全 年薪竟然还可以 高达百万元 到底这合理吗 创下 中油在亏损 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之下 去年的年终奖金 还可以一发 发掉了48亿 而且中油光是 这个员工的福利 一个月就要花1亿 其实我们当兵的时候都知道 就会警告我们这些人说 有一句话 不打琴 不打懒 专打不长眼 那中油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说 虽然我们知道是 国金油价的问题 但是呢 你不长眼的时候 他就会很生气 因为看 中油他们的薪水 他就一看 你的薪水怎么会这样子呢 副总五位 12万3888元一个月 是我们平均薪水 全民平均薪水的三倍 然后再过来 处长呢 11万 2.5倍以上 然后副处长 有20位 9万7 也是2.6倍 甚至于一般的组长 都有8万6 那是一般 全民平均薪水水的 两倍以上 大家看了就已经 心里很不舒服了 当然呢 因为这样一路下来 连个保全 那是比照平坛呢 平坛的众树员 跟我们保全差不多 年薪百万 然后不但如此呢 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是说 今天有个新闻出来是说 在高雄和桃园的炼油厂 还别有洞天 这个就是在Google里面 从卫星云图 卫星空照图可以看出来 这个就是桃园的炼油厂 在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往后面看 这里后面呢 一大堆的都是这个炼油桶 炼油桶 炼油桶 对 然后可是后面突然大家一看 哇 别有洞天 在最里面的地方 有这么一个平地 这一块是 有非常好的草皮 它是中油炼油厂 桃园炼油厂 员工独享的高尔夫球场 哇 就是别有洞天 因为你看在这里面 所以一般的民众 也不能去使用 而且为什么会被人家讲话 立委一查 哇 怎么 里面呢 竟然每年还编700万 给他种好的草皮 就是说 如果你原来有个空地就算了 练练高尔夫球场 没人管你 你还每年花700万 去种植草皮 让他作为一个好的高尔夫球场 然后你看他们的福利呢 桶庄瓦斯 有优惠十五桶 用油折降 650元 天然气 45度免费 还有600元 每年600元 预热辅助 然后大楼里面有健诊中心 有诊所有什么的 那你说 他们呢 当然这些都是政府的制度 但是大家老百姓就觉得说 你已经亏损了 你还可以拿这么多 真的就是让心里就觉得说 涨得不甘心 的确我们刚刚看到 你有这个健诊中心啊 还可以练练高尔夫球 输压一下哦 但是你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亏损386亿 一年要亏掉这么多的一个公司 杰明 这样子一个亏损的等级 其实就是跟台湾的四大产业当中的低润 已经不相上下了嘛 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 南科去年也就是亏399亿啊 如果一般的公司遇到亏损会怎么做 你应该先取消你们的福利嘛 接下来要精简人士啊 哪有企业像中油这样的公司 你明明就是亏很大 你的福利照拿 中油董事长朱少皇他现在承诺说 会这个检讨新进员工的薪资 还有员工福利的一个制度 你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吗 真的是不长眼 其实这些事情真的拿出来说说明 真的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其实这个桶状瓦斯 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再用桶状瓦斯 你还要做这个补助这个干嘛 给中油员工 这不是拿来给他说嘴的吗 再来看一下 你虽然是中油的这个用油折让 但是如果连台售另外一家 都没有做这件事 你做这件事 为了这650块拿人家说嘴 不是又这件很遗憾的事情吗 中油真的想一想 那至于像这种天然气 还有这600块 其实说真的 一年600块也没有很夸张了 但是你少这600块 你没有feel 但是你少这600块 民众的感觉是好的 这些东西 那至于诊所这部分 我就就是这个诊所 并没有想象那么严重 它其实是一个小诊所 那有一个医生在固定看诊 那这个费用也不是很大 但是这些东西你把它省下来 搭了棺管 可是它这样子变成说 月花要一亿耶 对那是因为人工多嘛 一万五千个员工嘛 那这些员工其实不在这边看诊 他也是到外面看诊 一样是国家的费用 这个并没有特别的这个损失 必须说说明 我就说因为我是中油子弟 你要我张开嘴巴骂中油 我其实很难的 但是事实上这个部分 应该是可以省下来的 但是我对那四十八亿 我很有意见 我意见不是员工奖金四十八亿 我的意见是到底中油 是不是有拿四十八亿 给一些立法委员 给一些公益团体 或者给一些非中油生产的 不相关的这个企业 甚至是不是有一些周边的公司 它是领高薪水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油的薪水 借我一下 中油薪水它还是受到 值等的影响 就是你不能超过十二万三 那你是不是还有聘请一些非 其实是中油酬劳到别家公司 薪水高达四十几万的 我觉得这部分要说清楚讲明白 意思说你今天只要省掉 一点点福利措施 真的大家是会有感觉的 但是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是 你到底花了多少钱 在负载公关这一块领域 还有为什么要养的将近五千辆的 业务的汽车 那现在中油是生产石油的 却带头去花这种贵的车 去买贵的油 当然我最后一件事情 我要提醒我们的政府 请问一下 当这个日本在发生地震的时候 日本人是怎么样的 政府带头去减少电跟石油使用 我们的政府像我们马总统出去 还是开大车 周围还是四五部车 是不是应该检讨我们中央政府 先检讨你自己 你自己是不是省能点 你是不是第一个 你自己就开LED灯了 好你是不是车子就开小的 好你是不是就带头开电动车 跟韩国一样的话 那我觉得政府做事情还比较 我就是说观众朋友 你虽然会把眼睛 放多一点在中油 可是我希望观众朋友 你多一点去监督我们的政府 它是不是做到节能减碳 好不过我们来看到中油这家公司 它一年亏掉386亿 它养多少员工呢 一万五千多名员工 它光是一个员工 一名员工的人事成本就162万 而且在去年 他们的员工奖金还可以一发 就是48亿 保全的年薪都可以上开百万 这不用被减好吗 我们看到公营事业金融 还有一个很不合理的一个状况 就是提拨员工的支付金 他们是以营收作为基础 而不是以他们的盈余 其实这就是一个相当不合理的一个现象 就是你现在变成的是你油价 电价只要涨越多 你中油台电的员工就可以领越多 是的 我有帮大家稍微算过一下 这一次我们油价大概涨了三块钱 平均涨幅10% 我们几乎帮了1.5万个中油的员工 加薪 每个人加薪一万元 而且以后油价涨越多 他们加薪的幅度会越多 但是我就让我比较生气的地方 或是我觉得可以在节目中来讨论的地方 是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其实是依法行政 依法办理 因为其实这个是根据我们国内的 国营事业职工福利金条例 所设计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现在目前 这个是我们国营事业部的一个一篮表 那前面三家公司 三家其实不管是中央健保局 或是劳工局 其实都是非营业事业单位 其实我觉得这次我们不来讨论 但是我觉得这次第四名的中油公司 或是这次我们涨电价的台电公司 他们每年可以依法去提拨万分之十五 一般条例来讲是讲万分之五到万分之十五 但是我们国内的供应事业 几乎都是最高限 就是万分之十五去提炼 他们的员工福利金 那按照这样的情况来试算 大概过去的中油平均的营收 大概是六千亿元 所以依照万分之十五的提拨 他们大概一年可以提拨九亿元的福利金 那表示他们每一个员工 一年可以多领六万元 那2008年的时候中油的油价 中油的营收突破一兆元 那依照这样子的比例来算 中油一点五万的员工 平均可以领到十万元的一个奖金的部分 所以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一直讨论 油价的涨势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回来的一个趋势 而且他用营收不是用盈语 你营收越多不代表你赚越多 对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当初 这个职工福利金条例所设计的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检讨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们拿民营企业来看 几乎没有一个民营企业 是拿营收来提拨奖金的 一定是公司有赚钱 才会把这个赚钱 一般的小股民 你买股票投资股票 你得到获利 你不可能是用公司的营收去赚 对对对 但是为了可能当初我们的立法 就是他可能是思考要保障所谓的公营事业 所以他们必须用营收的观念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可以去争议的地方 但是有个重点 我觉得大家市场去 因为大家 我相信坐在观众机的电视机朋友 他已经觉得 这一次调涨油价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毕竟台湾不生产油 一定要适时的反应成本 但是你涨越多 中油的员工领越多 合理吗 我问这个问题 好的 的确我们从这个人事成本 还有整个经营绩效来看 中油呢 他确实有要改进的一个空间 为什么说台塑化就不会亏成这么样的严重 那么跟台塑化相比 到底中油的员工 他们的贡献度有多少 请语杰告诉我们 好 北宇一样都是卖油的 为什么台塑石油可以赚钱 国云事业中油 确实年年都在亏损 我们先来看到是中油 还有台塑石油 这两家公司 在2011年上半年 一个绩效比赠 来看到新智的部分 中油发出60亿 这个是比台塑石油的22亿高出了三倍 另外销货成本 也就是说他卖油 实际卖油的一个成本呢 中油有4760亿亿 也是比台塑的还要高 你成本变高 但你赚了就变少嘛 营业利益来看呢 中油呢 亏损了9亿元 当时呢 每股 EPS是0.03块 这个呢 在同一个时间呢 台塑 EPS2.85元 在整个看下来来看呢 其实呢 整个台塑呢 可以说是在七成油品都是外销 可以降低整个亏损的金额 但是外界呢 全面性检讨是中油的亏损问题 直指就是有四大缺失 还有五大浪费所造成的 其中最被诟病的问题 就是经营绩效不价 浪费了数百亿元的公帑 你同样哦 都是这个在卖油的 为什么这个台塑 就没有像中油的经营机 像怎么样的差 也就是说呢 其实除了中油之外 其实国内的公营事业 包括台电 都有四大缺失 跟五大浪费 刚刚宇杰有提到 当然是哪些缺失要被检讨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 早前有人这样想 看官牛背着重重的壳 一步一步往上爬 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是我们的官 不过人爱的是咖 我们怕的是扑瓦 不要像这个啦 你出事好奇 先他说用意 我们开来拆老板 继续拔成我 明天才开来 终于打批 电不是打开就用 别看他撞得像坐山一样 就算铁打的身躯 也要休息一下 彻底检查才能够安心 需要维修的 就好好修理一下 为了让所有人 都有电可以用 这群人过年过节 都没有回去 继续打拼 什么都修 就是不休息 回累吗 他们说不会 只要全台湾 都不会停电就好 哦 来了 让你亲身体验 十一个国家 不同风格的 偶戏团队 和孩子们快来 高雄国际偶戏节 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十五 就在高雄岗山 哦 爱你 爽快水感 前所未见 保湿凝胶盒 减少刮壶引起的刺激 三段动力选择 打造舒适的刮壶经验 水次元变速动力刮壶刀 舒适牌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最新电视台 哦 来了 让你亲身体验 十一个国家 不同风格的偶戏团队 和孩子们快来 高雄国际偶戏节 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十五 就在高雄岗山 哦 爱你 颠覆史上最老梗童话 最呛辣白雪公主 无敌抢戏坏皇后 朱利亚罗伯兹 四月三日 魔镜魔镜 请大家支持配合工商及服务业普查 工商普查到底听 台湾经济加一名 行政院主计总处感谢您 那一夜五千人的感动 赛德克巴莱最后加盐 仅此一场别再错过 赛德克巴莱电影交响声音乐会 四月之后就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真健康啊 大家享受了 750cture 那个criptions 用健康的鸡做最好的基金 白蘭市 2012年高雄巨蛋 TVBS56频道为你量身打造 创富金三角 看我王慧文掌握财经新闻 看我黄斐鱼剖析财经趋势 看我林婉婷教你理财秘迹 每天五小时创富金三角 帮你开创理财新视角 TVBS财经新闻 回为三年HeadGo流行音乐奖回来了 2012HeadGo流行音乐奖 5月6日就在高雄巨蛋 好 国内的油价在今天涨了三块 一油大家是骂翻天了 其实也不是说这个油价不能涨 但是中油呢 在如此糟糕的企业效率 跟这个腐烂的人事结构当中 这个缺失跟浪费 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哦 我们来看到包括这个台电跟中油 他们有五大浪费跟四大缺失 包括了五大浪费当中 有150亿去叹气哦 但是他们自有油原的比重反而是下降的 172亿蒸发了 其实都是资产提前报费 还有他们的业务用车就超过了5000辆哦 是台速的五倍之多 而在缺失的部分呢 包括了2.8亿的欠费 台电呢真的是催脚不利 还有电力设施一年就窃损了净亿元哦 台电跟中油有这样这个四大的缺失 跟五大浪费 难道他们都不用检讨吗 建华 我觉得他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把真的是在这个部分 他觉得内部吸收 刚才我们看到第一个表格呢 讲到他的购油成本的57% 以及他的税以及环保支出34%的部分 我个人对那个表格是高度怀疑 他把自己所列的所谓的人事成本 我们看这个只有1% 他非常的明显呢 只是把他的薪水的支出的部分 放在这里面 他剩下的所谓的包括他的员工福利 以及他的种种的补贴的部分呢 他把它列在别的部分 我觉得在这里呢 如果说你今天经济部 或者说你在比经济部更高层的 这些决策人士 你要来涨油价的话 我个人是赞成的 不过我真的是拜托你 经济部长施言祥先生 你要立刻取消中油员工的 所谓的这个批发价的价格 还有45度 还有你每年的桶装瓦斯的部分 因为你想我们如果坐在台北市的话 基本上你是用不到桶装瓦斯的 很多的员工就把这桶装瓦斯的额度怎么样 让给他的亲戚朋友 其实他是用不到的 但是他明明不是他享受 他把他转移过去 其实是全民买单 另外就刚才青龙所讲的 他居然用他的这个营收的部分 来提拨员工的职工的福利金 这个部分我也真的是要请求 经济部要立刻检讨改进 不是三个月 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让人没有办法忍受 因为这个部分 其实他的总的数额 一个月了不起 刚才我们讲一亿好了 但是你为什么要有这个意义 让别人来作为攻击你的话柄呢 如果你把他全部拿掉的话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批评这个部分 那我特别讲 他每个月的平均的 如果薪资水准是9万多块也好 8万多块也好 这个薪资已经是非常之高的 而且他的人力结构老化到你很难以想象 这之前我们就知道说 这中游的一个加油工 以前陈朝威这样当 我们在跑新闻 陈朝威当董事长的时候 中游一个加油工 他的薪水比董事长还要高 这个部分你也通通要检讨 之外刚才杰敏讲的 一点点我把它点出来 因为对这个部分坦白讲 我们真的蛮熟悉的 他并不是说 我像一个副总领十几万 董事长领多少钱 他受到公务员的这个法令的限制 他不能超过这个额度 可是在中游非常多 转投资的子公司 孙公司的董事长 或总经理之后 或者说外派人员 他是回过头来领中游的薪水 那个薪水就是没有限制的 我可以告诉你中美核的董事长 知道他应该薪水多少钱吗 大概是因为他的总经理 是外国人 是英国人 都是以几万美金来算的 那个部分谁吸收了 也是中游吸收 这些部分要通通一并检讨 人事的结构的老化 这些部分所谓的肥猫 我并不认为处长 副处长 副总领你的薪水太高 我认为他领的一点都不高 可是你背后的很多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施燕翔部长 他当过中游董事长 他会不懂吗 他比赛都要懂 我希望你 我们在支持你涨油价的时候 同时借由涨油价的这个过程 来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 彻底解决中游跟台电的这些 成年老问题 否则的话 我觉得下一次 选民一定会惩罚你 好 这个中游跟台电的成年老问题 除了在刚刚所提到 四大趋势跟五大浪费之外 创下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中游浪费钱 他们很多钱也是浪费在服务权贵 他们一年浪费了五到六十亿 这笔敦募基金其实也都是老百姓要买单 这里面有个数字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中游的问题会出在这边 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涨的时候 中游和经济部也承诺说要检讨 然后那时候的员工数是 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三人 可是其外检讨检讨到现在 2012年是一万五千两百一十九人 怎么人还变多了 还增加了四百零六人 出了什么状况呢 我们在选钱的时候呢 那时候突然之后政府说 大家都在抱怨失业率高 然后年轻人就二十二K 下令国营失业包含中游台电 增加一千四百人 所以最近大家看一个新闻 那些员工正在跑中游 在那边背沙包要考进去 而且底薪三万多 博士六万 其实中游的问题就出在很多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他们自己内部不长眼的问题 可是为政治服务 政治强迫他买单 就像这个人就更多 像现在还有一千四百人 又进国营事业 每个人都是三万七以上 这个是怎么来的 还不但是如此 刚刚提了 为了摆平某些政党 有党的不分区立委 所以去的一个什么转投资事业 月薪四十几万 为了摆平某某人 某某立委的丈夫 去一个国营事业 转投资当个董事 月薪还有配车 所以那五千辆业务车 很多是这些转投资事业赔的 然后这更让我们生气的是 我们刚刚讲的 联终奖金四十八亿 可是真正的关键在哪里 真正的关键是说 每一年我们加给中游的油 中游的钱就要提拨 叫做敦清牧林基金 中游大概是二十五亿 台电大概是三十二亿 随着每年的营运在调 那什么是敦清牧林呢 每个明代要办活动 我就记得那时候找过一个 叫政务委员的 就是比部长还高一点的 他的女儿很优秀 学钢琴 中学毕业了 要办个钢琴研究会 一个文下去 中游出二十万 台电出二十万 那钱从哪里来 你又不能夺议算 敦清牧林 我们老百姓买单 这都还小钱 然后很多的时候 每个立委这些二十五亿 分啦 我记得我们在 我跟建华都知道 我们当年有个最有名的 就苗栗一条路 中游和台电出钱 二点一亿 就立委们生气了 我们有三个立委 这算谁的 所以我们的经济部长 要下去减三自财 今天是曾立委的 明天是汪立委的 再过来是孙立委的 减三自财 我们老百姓的钱 中游台电 如果把这些敦清牧林 政治支出 还有像刚刚讲的那些人事支出 政治压力都拿掉 也不会亏这么多 所以你这些明代 立法委员 你如果说你在立法院 你要骂的话 首先要摸摸你的良心 你有没有拿这些钱 你之前 你先当县长的 现在当立委的 南部谁不要点名 你有没有要过这些钱 通通要过 没要过的 站出来比较快 真的真的 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 中游其实很多资产 它是可以活化的 那也就是说 包括员工的住的地方 那土地还是中游的 那还有一些所谓的 这个高尔夫球场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可以拿出来活化资产的 你的资产这么庞大 为什么不思考 你知道油价上涨 政府动涨 你有两年多的时间 那一些偏远的土地 你没有使用的 你为什么不选择活化呢 那现在这个状况 一出来之后 大家想说 其实我要说一句话 中游少了一个东西 叫做同理心 你看我们现在老百姓 多可怜 你看四月要涨石油 五月要涨电费 六月还有夏季的 电费的调整 然后可能将来 还要涨健保费 有没有 现在物价也要上涨 每天都少吃一个便当 每天都少吃一个便当 都饿死了 可是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中游的高层 我不能说员工 员工也是很辛苦打拼的 不要怪到员工身上 中游的高层 为什么没有思考说 你要跳出来 做什么事情 或者你说你已经做出 多少的结尊计划 这些东西讲给大家听 所以三个字 你少了 同理心 好地区 我们看到这个油价 涨大也很担心 这次就涨三块一 万一国际油价 越来越高 那么未来是不是 还要油价更贵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最佳油耗 日本原装进口 Prius C 惊奇登场 Happy Birthday 满满的水果玫瑰香气 给我柔盛光泽好心情 快乐木雨天 样甜心 香气洁发入 热发入 好评热卖中 Everyday is my happy birthday 哦 来了 让你亲身体验 十一个国家 不同风格的 偶戏团队 和孩子们快来 高雄国际偶戏节 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十五 就在高雄岗山 哦 爱你 电不是打开就用 别看他撞得 像左手的 就好好修理一下 为了让所有人 都有电可以用 这群人 过年过节 都没有回去 继续打拼 什么都修 就是不休息 会累吗 他们说不会 只要全台湾 都不会停电就好 那一夜 五千人的感动 赛德克巴莱 最后佳演 仅此一场 别再错过 赛德克巴莱 电影交响师音乐会 四月七号 就在台北国际 会议中心 意外享受着浪漫的滋味 酥脆肉嫩 所以法式蜂蜜芥末酱 当你选择 法式田园鸡腿宝 生活 也有了新的可能 麦当劳全新双果凤芒派 献起赏味 趁现在 您现在收看的是 TD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哦 来了 让你亲身体验 十一个国家 不同风格的 偶戏团队 和孩子们快来 高雄国际偶戏节 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十五 就在高雄岗山 哦 爱你 颠覆史上最老梗头话 最呛辣白雪公主 无敌抢气坏皇后 朱莉亚罗伯兹 四月三日 魔镜魔镜 那一夜 五千人的感动 塞德克巴莱 最后加烟 仅此一场 别再错过 塞德克巴莱 电影交小时音乐会 四月七号 就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各位朋友 只要是工商及服务业的企业 或训组 请大家支持 配合工商及服务业来查 请放心 您的资料 政府绝对保密 唯有您的配合 还能让国家经济 永续发展 工商普查 到底填 台湾经济 家喵娘 行政院 主际总处 感谢您 好 国内油价呢 我们看到从今天开始就涨了三块油 未来呢如果骑机车上下车上下车上下班其实都变贵了 搭车那么搭建车呢还有货运可能都会跟着变贵哦 以后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些呢都会变贵之外 在过去大家说 欣龙大家说我去加油如果办这个联名卡嘛可能就可以折价 但是听说现在福利也要取消了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有四个字可以显然目前小老百姓的处境就是雪上加霜 因为现在目前全国大概已经有16家的银行已经开始全面要缩减我们一般所谓的信用卡加油的优惠 甚至有一家业者已经完全退出发现我不玩了 那如果你本身是在台亚福茂全国加油的话 或者在统一树茂或在山农加油站加油的话 这些你搭配的一些信用卡其实像远东营远峰金星光第一金甚至玉山银行 它的所有的一些优惠的点数折抵的点数全部都缩减 那全部缩点的背后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银行业者他必须得反映他的成本 然后发现他这样子玩下去他玩不下去 所以当然他这个时候可以处理 那其实对小老百姓现在讲其实他的成本